除了给航母做保镖 052D驱逐舰还有望千步对一步打击的重镇 有外媒报道 052D武器装备规模比不上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 和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但能够在亚洲附近海域的地区冲突中发挥致密拟击 据美国环球战略网透露 中国新研制的东海10型巡航导弹 有效射程在1500到2500公里之间 毁伤能力超过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猜测 052D型驱逐舰装备这种巡航导弹 可采用常规反舰导弹的安装方式 也可能将其集成在垂直发射单元中 可在台海冲突南海纠纷中发挥重大作用 台北时报预测 如果解放军建造10艘052D 那么中国将拥有16艘宙斯盾级别的战舰 相比之下 日韩分别拥有6艘和3艘宙斯盾舰 这将使中国成为亚洲海军中的翘楚 一旦052D加入舰队 解放军海军能够对付任何地区舰队 当中国的这个深盾级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深盾 制造出来之后 其实对日本来说的话 日本已经再赶不上中国了 现在日本变成只能 以现有来讲还可以维持军事 但是时间一直走下去 日本跟中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